這一支影片 如果有在做保險的、做業務的、做指銷的 應該你們都要看 因為我們要來好好的跟他們聊一下 當年他們在大家都不知道 以為精油跟機油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時代 他們就開始在發展 那他們是怎麼慢慢慢慢的 把自己的試驗果建立起來 好,大家好 很久沒有錄的跟訪談 我們都要替大家找到 在各行業裡面 真的是行業中的僑儲的人 所有的僑儲我們在談的都是 他在行業內 會有很多自己的夢想 這個我們上課 或者我的影片也常提到的 你去選擇一個工作 不會是看命盤選擇什麼 而是看你愛了什麼 然後依照命盤上給你的特質 我們往愛的方面去找 他們會在他們的行業裡面 讓別人覺得他們走出不一樣的路 今天呢 我們找到了兩位 去男美女級的 在他們行業裡面很成功的一對 賢康力 郭董台 蘇總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佩玲 我是佩玲 他們是進來台灣第一批的直銷商 對 為什麼我說這個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 直銷這兩個字 跟命理一樣 剛開始在做命理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我是神棍 直銷有很多時候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這是一個負面的字眼 那這不可否認就是業界一定有一些人是亂賣東西 可是事實上呢 也有一些人呢 是把事業經營成功的 我們很多學生在使用金油 然後金油在台灣現在已經是被大家很認可的 這中間呢坦白說 我相信 都會一定貢獻了非常大的行李 當年呢 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們怎麼想要去做這個 其實是我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但為什麼當初我會想去做商是因為 我用到它我覺得非常純粹 金油來講就是 我們怎麼去評斷到底它好不好 那時候我們一使用就覺得 那種味道那種感受性非常好 我認為金油等級很高 但是呢 有一個重點是價格很合理 價格很合理是個關鍵 因為我們以前聽到金油就說 好的金油很貴啊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說如果這個東西能造福很多人 價格是可以讓大家容易接收CP值是夠高的 我認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你加入的時候 不都會有美國的公司啊 很破爛有沒有 你怎麼沒有很擔心 那時候這個美國創辦人來台灣的時候 講了一句話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他們那時候就是辦了第一場說明會 很多人就問啊 那公司到底的背景是什麼 他說 我們是這樣創立的 因為我們就是幾個創辦人 把所有的身家財產都投進去 房子拿去抵押 跟你借錢 都沒有錢了 錢全都放在這裡 我一聽真的傻眼 你現在看到所有的這個產業都說 我是什麼集團 就算沒有 我們要講那是什麼集團嘛 要包裝得非常大的 他們的愛心嘛 但他不是 他們是直接講 他們就是把所有的身家錢拿出來 然後抵押什麼拿出來 過去的觀念認為 這不是太可怕了嗎 那時候講這種話誰敢跟啊 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我回去想 我仔細去思考就說 沒有一家公司會講這種話 我第一次看到老闆這麼誠實正直 每一家公司到後面會出問題 都是因為跟老闆有關係 因為老闆的決策決定 未來的結果 所以我是看到他們的態度 他們的真誠誠實 所以我覺得這個公司是可以跟隨的 他的看法 我們等一下在最後 我們都會在最後用盤來解釋這個事情 實際上跟盤上面有幾相也會這樣的特質 所以你們一直都是老公要幹嘛 就付上付稅人嗎 還是你當初有主持過他 這樣開訓他是一個就是能力很好 然後在工作上面表現又是非常優移的 所以其實他周文會有很多的機會 就是很多人會來找他 是不是可以協助我啦 幫我發展的 哪個產業啊 我的商品啊 所以其實他本身已經很忙碌 加加上當時我們自己有一家顧問公司 然後也代理了一個德國漢馬化的商品 然後還要幫朋友的一些行銷上面的一些規劃 所以其實已經非常的忙碌 我的部分其實就是在他的後端 做一些比較關於行政啊 好的處理跟安排嘛 印象很深刻喔 多特瑞剛開始他要經營的時候 我是有點小擔心的 我就啊我又要多一件事情了嘛 然後還要再去經營這個產業嗎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好還是不好 我想很多人的另一半 會有這種就是擔憂 對 擔憂不是說我們會擔心他 這個是不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而且很多事情是很未知的 所以當下我是有一個轉念喔 還好我有這個轉念 因為我就想說 萬一這是一個可以成功的機會 會不會因為我的眼界不夠高 眼光不夠遠 然後阻止他失去了這個機會 未來的非凡很好 如果就泡湯了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我決定 我要支持他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跟著他一起 到處去學習精油啊 去分享精油 那這時間下來事實證明說還好 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我常跟我的一些團隊分享說 當初做了一個最棒的決定 就是支持他 好推他 持續不斷去往這個領域發展 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把任何產業做很好的人 他今天換產業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這輩子也都在創業啊 我不喜歡按線裝就是上版 所以我都想辦法創業 有新的機會 我就不會放棄 然後去裡面去努力嘛 那多隊對我來講 是這一輩子得到最多的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平台 對我來講非常重要 就是我以前不管怎麼樣努力 當然都可以 不錯 也可以賺到錢 但是多隊才我們講 讓我們翻身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產業其實是 非常棒的行業 我覺得傳產都沒有這個行業 沒有直銷產業這麼棒 為什麼 它第一個可以讓消費者越用越便宜 那經營者再透過服務可以賺到錢 好 然後我們的服務要很到位 傳統做不到的服務 我們要做到位 你們當初一定也有碰到類似的狀況 奇怪 這東西都賣不出去 大家都不認得 我講了很多了 大家覺得你這一次都會來 即使不是做直銷啊 我相信所有的創業的人 他都要這種 這種去面對問題的這種心情 那你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很清楚 因為我講了大衆法則 量大就會有認同的人 我相信一定是這樣 所以前面如果認同的步驟怎麼辦 我就把量放大 就是分享很多嘛 有時候很快接受 有人接受很慢啊 怎麼辦 我總不能馬上改變他嘛 那我就變成 我要積極 那把量放大就會分到對的 我就會有信心 我也會有結果 這是第一個我能做的嘛 就是我要分享的人越多 然後當然要很真誠 然後發示內心關心別人 很多人會很急 因為他急著要賺錢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業 你不能急著要賺錢 如果用這種心態 你就會適合期待 就是會讓別人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 你要很有耐心 對 你要想 你要讓別人慢慢去了解 看到你的態度 看到你的真誠 而且東西真的讓你感受到是好的 沒有方法 但我們講的 就積極不心急 我們常講 心急的結果就不好 但是你行為是積極的 如果你有能抱這樣的心態 去把時間拉長 把量放大 我相信你會慢慢看到一些成果 並不是這樣過去 說傳銷可以快速支付啊 我覺得那個觀念給人家 可能還是挺錯誤 要真的要當成創業一樣 我覺得傳銷其實跟創業是一樣的 就是跟傳統創業一樣 其實有時候比傳統創業 還要更花費更多的時間 更精力 但是 它不需要很龐大的資金 你沒有資金的 你要創業真的差一條路 那你傳統創業是不是很辛苦 一樣很辛苦 但是你要有資金 我覺得這是不同的地方 第二就是說傳統做越大 資金越大 你才能做越大 那你除了你有足夠 財力也跟心臟夠大 你還敢再投資才能更大 可是這個行業不用 你只要從頭到尾做一樣的事 它就會越滾越大 越滾越大 這是它的優勢啦 但是它前面的心態 其實跟傳統創業是一樣 甚至有時候更辛苦的 但是結果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萬事起頭難 任何一個成功 都有一個很卑微的開始 那只要你真的是看到 你相信說 這是一個機會 那你也在 其實在我們的公司 有很多真的是很平凡的人 透過這個平台去成功 甚至翻轉他的生命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它可以 我們應該也可以 那你真的按照這個流程去做 按照這個步驟去做 你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當初做也會有困難啊 我們也是有挑戰啊 我也跟我的團隊說 老天爺沒有對我們比較好耶 他沒有說跟我們都是比較 比較好的case 或者是比較正面的事情 我們也會是 也會碰到 但是就是因為這樣才精彩啊 有很多人 對執教有負面的想法 就好像很多人對命 有負面的想法一樣 很多人也對我有負面的想法 那一定就是有某些部分 是有爭議的 或是有被人做不好的 那我們先不管人家做的好不好 因為他做的不好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們該怎麼樣去選擇 好的團隊選擇一個好的商品 我覺得你要先去思考 你的態度有沒有辦法去 創業 有的人是真的沒有那種態度的 除非你願意改變 對 我覺得創業說基本上有一些條件 或是說你成功的又有一些特質 那你要先看你自己有沒有辦法改變變成這樣 還是你能不能有這樣的特質 或是有這樣的態度 那如果沒有 你願意願意去改變做這些事 如果你都不願意 我覺得那當然也很難 因為我們不能說 都是講那些很好聽的話說 你只要輕輕鬆鬆就能成功 其實進來就成功了 我覺得聽起來沒一難回事 真的我們常聽到執教這樣講 對那是不可能的 你會直接跟人家講說 你不要來到我 我會跟人家講說 你不可能輕輕鬆鬆 你要很辛苦 你一定會經過很多錯的那個過程 才有可能 我不會告訴他說 這麼簡單就不可能 你要在這邊成功 你要準備付出一些代價 就成功的代價你要準備好 一定會有 我不能騙你說沒有 那是不可能的 那就是我騙你 所以一定要經過那個過程 那當然很多就是有機可循 你說去選擇有沒有有機可循 一定有 你就看看這個產業裡面 做最大最久的是哪一個屬性的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方向 有嘛 怎麼會沒有 那你去看一些產業 為什麼人家可以做那麼久 這麼大 那代表大方向是對的 對 所以你在選擇一家公司 你可不可以先去思考一下這個部分 對 還是你比較容易上手的 比如說要口才很好的 那你先問問你自己口才有沒有很好 很能說 你很能說可能可以 那你口才很遲鈍 那你這個可能也要挑戰很大 但是如果初出手 願意初手就可以讓他有感受 這個可能我比較容易做得到 這個 或許我機會大一點 每一個都選機會比較大一點 對 那個後然率比較高 我們當然去選擇這個 那你是不是剛開始 有辦法去冷靜一下去思考一下 這個方向 是不是你比較成功的機會 所以 你還是要自己有冷靜的思考 對 那小姐姐有什麼意見 小姐姐 對 其實有時候這個就是不同的方向來看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屬性嘛 或者不同的價值觀 那我也相信說在我們的團隊或老師 他都希望我們可以成功 那有時候是因為立堂的不一樣 我們可以去判斷 如果這個方式不太喜歡 那我們先去看看 這個方式到底是不是對 如果不對 當然我們不要去追隨 那你怎麼去判斷對不不對 你就看在這個公司裡面 就是在比較高階 或者成績做得比較好的 他的方向是屬於哪一種方向 他的方法是屬於哪一種方法 如果不一樣 那你就會去思考 或許這個方式就是不對的 那如果是相同是好的 可是對你來講你可能做不來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那我覺得你可以跟上面的老師 或者是團隊做一個良性的溝通 可能對於你這個方式比較不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換另外一個角度 或者以你自己的屬性 去打造一個你可以往前走的方向 因為我覺得金融那麼好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把它做得很棒 一定是沒有找到適合你自己走的路 有時候良性的溝通 還是很重要 如果上面老師真的很騷 那怎麼辦 那我們一定是勸和 就是你可以留下來 你可以去走出你自己的一條路 因為我曾經在一個演講當中 也是有老師會分享說 如果現在呢 上面老師做的行為是你不喜歡的 或者你覺得你沒有辦法接受 那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 就是從你自己開始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做得到嗎 你不要往上看你要往下看 對 我不喜歡這個行為 但是我就不要把這個行為往下傳 上面對我們的幫助 如果有 那就是我們很幸運 我們多得到這個幫助 那如果沒有呢 也很正常 你還是要靠你自己 像是我面前在講的 有的時候 這個人他給你的困難 反而是你成功的原因 是啊 看你用什麼角度去看 就是給你磨爛挑戰啊 搞不好就是在造就你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講說 好的壞的都是好的 對 你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對啊 對 這真是缺好話 我下次要拿來上課就 哈哈哈 對啊 實際上這句話 也呈現在你們兩位的版上 你知道嗎 真的啊 那我們每次找來的來賓 都有很大的特質 就是他們總是可以說出 一些跟大家覺得不一樣的話 大家一般都會覺得說 那你應該一直談論那個美好的部分 結果果然 成功人士討論的 都是痛苦的那一段 因為沒有痛苦那一段 對啊 是 那實際上 所有的事情 都是需要經過努力的 今天請了這兩位拉雅 很有趣的 我會講兩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呢 是啊 剛才我們在最前面的時候 聽到說 他們就是一個 夫唱覆水的一對 有老公說要幹嘛 老婆只能那個鳥捏一下 然後他就去了 為什麼呢 很有意思的是啊 我們發現啊 他們兩個人呢 的命盤是顛倒盤 也就是說呢 老公的命公 剛好會是老婆的遷移公 老婆的遷移公 剛好是老公的命公 那這個呢 我們都知道說 遷移就是你的耐心 也就是說呢 他的人生就是我內心想的 所以 雖然說那個 會稍微的有點 懷疑一下 但是呢 我就會很願意的支持彼此 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的內心也有一份 覺得好像其實也可以 那我就跟著走 我們在講說夫妻關係上面 尤其是一起合夥做生意的夫妻關係上面 會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特質 很特別一點是 那可能就會有些同學問說 老師 那如果我的命公跟他命公一樣 不是更好嗎 更有這個相同的特質嗎 因為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這邊呢 大家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要做的事情 他內心也像 跟他要做的事情 也是我要做的事情 有的時候 會有點小小的衝突 什麼叫小小的衝突呢 如果 他要當皇帝 那我也要當皇帝 他要當太陽 我也要當太陽 這個時候天底下不可能會有兩個太陽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那是母老虎 所以呢 這種顛倒盤 反而在合作事業上面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個事情 就是今天的主持 就在看事業的部分 他們兩夫妻是一起工作的 而且一剛開始是 那個勞工打算要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主要今天來看 勞工的部分 柏拉哥那個盤 他是指揮天象 對公是破軍 而且他這邊還有個地址還有天心 傳統上面 那個網友如果 你隨便去網上Google 你就發現 這個叫造反之群 然後還帶來個殺 怎麼看就是一個爛的盤 或是一個人生顛簸 或是一個不好 反正就是沒有一句好話 但我們這邊常常這樣子 其實人生不會是像命理所想的這個樣子 而是你必須要去找到適合你的路 古人為什麼講說這個盤不好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人 他永遠不會去接受社會價值給他既定的路 永遠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可能 那在古代的觀念裡面 這種人就是個不乖的小孩 爸爸叫你幹嘛 你為什麼就不幹嘛 我們家中天中好好的 挑大份挑了這麼賺錢 你幹嘛不挑大便 所以在古代就覺得這種盤子不好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常常講說 很多時候書上寫東西 你必須考慮到它的時代價值 在這個年代呢 尤其在古大哥他所做的產業裡面 願意去有夢想 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有企圖心 對你的人生有正面能量的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來看指向 他對公會有破君 破君除了是桃花之外 破君我們講 那是人生夢想所在 所以他不斷的展現很龐大的 那種夢想的力量在外面 而且他會希望說 要能夠透過他自己的這個夢想 能夠讓他的人生 像皇帝一樣 皇帝不是要去統治人家 皇帝是要讓人家覺得他過得很好 而且要給他周圍的人知道 所以他旁邊有個天象心 這個盤坦白說 如果有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看我的那個影片的人 就會知道說 我們常常看到這個盤 很適合去做指教跟保險 因為這都很注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有跟瓜哥有聊到說 他開始去接觸到多特瑞斯 剛好在他40歲左右 就是在他陀螺的大線 然後對公 康老師太陽跟太陽 剛接觸的時候應該 同時手上的事業 而且在剛開始的時候 也不是把事業完全放掉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白天的工作晚上的工作 但是他一路進入到 大概在44歲左右 他就慢慢把整個重心都放在 目前的這個金流的事業上面 也就是他進入到連鎮帶陸存 然後帶零星 對公呢 是貪囊的這個大線上面 代表是他必須要跟人有很多的接觸 而且呢 連鎮帶陸存 你就可以知道說啊 開始在這個組織上有發展的時候 他也不會急著要去賺大錢 因為連鎮話號叫連鎮清白隔 要穩定不斷的透過人際關係 慢慢慢慢的去賺到你該賺的錢 而且呢 旁邊加了一顆零星 這個也是一般大家都覺得 啊零星好像很好 其實零星代表的是 你會知道要怎麼去經營這個關係 然後再去做布局 而且呢 那個到處跑來跑去 那時候有點早來早起 今天又是一個很明顯的案例 就是說啊 乍看一個不好的局面 其實你選到了對的行業 選到了對的平台 然後做了對的事情 可以發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讓我們再次見證的說 我命有我不由天 長時間 大家對於命的看法就是 人家算明覺得我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常跟人家說 人生絕對不是 只有命案一樣 問題是你要找到你對的路 今天謝謝兩位 我會認真擦你的機油 哈哈哈 必須的 對 為了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